大家好,我是柏睿PJ,我是來自工研院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一個叫Kuju的軟體 這個軟體是我們開發的一個虛擬化的容錯系統 它現在也開啟在Github上,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那這邊有誰之前有聽過我在兩年前Cost Cup講的 好像還有一些 那就是我會先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之前的一些 之前我們做的東西 然後一些基礎架構 然後最後再講到 就是我們今年跟去年做的一些成果 首先我們為什麼要叫Chucu Chucu就是中國古傳統的足球叫做處局 它就是把球踢來踢去的 那為什麼要叫這個名字呢 就是因為我們希望我們的VM 可以在不管任何情況下 例如說像是它硬體損壞了之後 它可以立刻轉移到另外一個實體機器上 這樣的意思代表什麼呢 代表說如果你今天發生什麼 那VM就像足球一樣會踢來踢去 然後不會因此而掉落或是失去控制 那我想問一下 在場知道虛擬化的 可以舉手一下嗎 知道虛擬化就是會用過虛擬化 那滿多人的 那主要就是說它虛擬化就是在一台實體機器上 可以虛擬出很多台機器 這樣 那我們就是這個東西 我們的架構就是建立在這個虛擬化的平台上面 那講到虛擬化就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叫做Live Migration Live Migration 就是當如果你今天一台機器 你想要讓它關機啊 或是說升級硬體怎麼樣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上面執行的虛擬機器 直接移到 就是可能從左邊 然後移到右邊去 移到另外一台機器去 那這樣就可以 就如果全部都移過去 就可以把這台機器關掉 然後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例如說升級硬體或是省電之類的 可是這樣會 可是這樣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萬一今天這台機器呢 它無預警的壞掉了 那怎麼辦 那上面的虛擬機器是不是就跟得全部死掉了 那如果今天這台機器是一個很重要的server 它上面可能運行了很多伺服器 那可能就會發生一件事 我們這邊有一個例子 就是它有一個Apple的廣告 就是有一個管機房的工程師呢 他想要幫它隨身聽充電 可是他發覺它底下插頭全部都插滿了 那怎麼辦呢 就隨便拔了一個插頭 那想當然了 就有一台機器就直接死掉了 那死掉了 那伺服器全部都掛掉了 那掛掉了可能就會發生什麼 信號那個耗製就亂跑啦 或是GPS都不穩啦 或者是說手機根本就不通 那就造成很大的災難這樣子 因此要避免這種情形呢 我們有一個機制叫做Full Torrents 也就是容錯 那這個容錯呢 顧名思義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備源機制 可以一直將我們的資料備份到備份機器 那當今天發生了這個硬體的意外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立刻將服務 無痛的切換到另外一台備源機器去執行它的服務 那這樣做的好處就是說 像剛剛那種情況 如果它拔一個插頭 然後它備源機器立刻起來的話 那使用者是完全感覺不到 它其實已經換到另外一台機器去執行了 那這個技術呢 其實很早以前就有了 在以前的話 他們有個叫Logan的Replay的技術 那這個技術就是 左邊做什麼 右邊就跟著做什麼 也就是說它做的事情 它會全部傳到備份機器 然後兩邊做同樣的事情 可是這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像現在MultiCode的情況的話 它的那個MultiProcessor的那個執行順序是不固定的 就不知道會分到哪個Code 那就會產生狀態不一致的問題 所以這種機制它只適用於單核心的機器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它會消耗備份的這個資源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的備份機器 要跟你的主要機器是同樣等級的 如果不是同樣等級 那它可能它一定要等它備份完 那才能繼續執行 那它的執行能力就會被 被那個備份機器給拖慢了 對 因此我們現在比較新的做法 是在於說 它用checkout point的方式 也就是說它會一直建立 一直建立檢查點 一直建立檢查點 然後就把那個資料全部傳到備份端 但這樣就會產生很大的誤會 像是說你的CPU usage 就是CPU使用力會大增 然後也會備份頻快也非常大 最重要的是會產生額外的延遲 那為什麼會產生額外的延遲呢 這是因為我們必須要保證 備份端的機器是跟外界狀態的備份狀態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完成整個備份之後 才能將所有的output 例如說你可能鍵盤輸入一個字 然後你就會螢幕顯示出來那個字 或者是說你傳一個request到一個網頁 然後它會回應你那個網頁的 或是回應你那個資訊的時候 它就必須要先buffer住 也就是先擋住 直到它完成備份的時候才能傳出去 那就會產生備份的延遲 那這個延遲就是依照你的備份時間而定 那因此我介紹一下我們的技術叫做TrueJu 它呢它可以它是一個就是我們現在已經open source在網路上 然後你只要回去下載 只要一般的X86電腦就可以安裝 然後再來就是說它有個特點就是我們備份週期只有10毫秒 也就是說我們在10毫秒內就可以完成一支備份 所有的request額外的延遲都只有10毫秒 然後而且我們還跟那個最新的商用軟體 像是vmware去比較 然後發覺我們的那個performance也是跟它差不多的 只是在latency方面我們比它好很多 那我接下來就講我們TrueJu的基本系統架構 那基本上呢我們這是比較完整的系統架構 其實一台也可以執行 那比較有主要的特點就是說 我們有那個10G的備份網路 然後來去備份我們的資料 然後同時呢我們會將我們的硬碟就是額外掛在NFS上 那這樣就可以減少我們備份的資料 我們只要備份記憶體狀態以及它的CPU狀態 就可以完成完整的備份 那另外就是說這是我們的執行的過程 那這個執行的過程主要就是說 它在開啟程式了之後 建立跟backup就是備份端連線之後 它就會一直在做收集log的狀態 就是收集記憶體改變的difference 那同時在備份端呢它就一直等待就是說 發掘這個prime site已經死掉了 那它就直接就進到它failover mode 也就是說它開啟它的接手備份模式 那這邊我們有用到一個小技巧就是 我們用了pipeline的執行方式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因為我們在傳輸我們備份資料的時候 那個機器是不能動的不能執行的 所以我們使用了pipeline的話 就可以一邊在執行機器 一邊執行傳輸備份的功能 這樣就可以讓整個系統在備份的時候都不會停機 然後接著我們就在講說 那這樣子我們是不是就這樣就做好了呢 沒有其實這故事後面還很長 就是我們會有一些ultimize 那我們會看到那個就是我們一開始 4Torrent做起來的時候呢 我們用了一個測試就是 它在這個vn上面compile一個kernel 然後同時也在pink它 然後來去算它就是pink的回應時間 以及它compile的時間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沒有ft的狀況下 它只有0.3秒就pink回來了 可是我們在沒有ultimize的時候要430才能回來 那同時compile kernel的時候 本來只要21秒就可以完成 但是因為我們沒有ultimize的備份 居然要41分鐘才能完成 那因此我們做了一些ultimize 那這些ultimize整個做完了之後 我們可以在10毫秒之內就可以回應 然後同時compile kernel的時間也跟原來非常的近 那我接下來就介紹一下 我們三個基本的最佳化方式 那第一個呢就是使用 就是SSE的instruction來做比較 那這個比較 因為我們一個配局的話就是4k 但是通常就是我們在memory 如果4k的memory 它不一定是4k都改到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找出來說 那我們如果知道說哪一個byte改到了 我們就只要傳那個byte就好 可是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們必須要知道說 到底是哪一個byte不改了 所以我們就比4096次 這樣非常的久 所以我們第一個做法是先把它分成 就是memory block的方式 那這樣我們30個byte有一個block 就只要比1284 那同時我們發覺那個memory compare的指令太慢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用了SSE的指令 它可以一口氣比256或是512個bit 那這樣就可以加速我們的比較 這是我們第一個最佳化 然後這個code的話你可以在網路上都可以 第二個就是說我們在備份的時候 有一個階段叫做系統快照時間 也就是說我們會將所有的device day傳到備份端 就是裝置它目前的狀態 它的buff傳到備份端 那每次這樣一傳的話 它這個時間就會非常的久 會超過至少會超過2ms以上 超過2ms就表示說你要停機2ms以上 所以我們後來就做了一些ultimize 像例如說它記錄說 直接記錄哪些device day有dirty 然後我們就一比較之後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那個device是有變更的 所以直接就比較這個 但是這樣子還不夠 我們還有最 就是說直接去記錄說 那些device到底用哪些memory 然後它只要那個memory有被改的話 我們就直接判定它是有更改的 就可以直接大大的減少 我們備份裝置的時間 備份裝置狀態的時間 那這個code也是一樣在網路上 也可以直接看到在哪裡 那接著就是我們減少我們有個額外的copy 因為我們在傳出備份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在userspace收集 它到底哪些有備份嗎 因為它gatesmemory是在userspace那邊收集的 然後再傳到kernal space 然後再傳到saki 那我們後來我們將我們的傳輸程式 直接全部移到kernal space去 那這樣就可以減少就是 扣到cremal buffer這段時間 那這樣減少這個copy 就可以得到大幅的速度改進 可是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那乾脆就直接從gatesmemory 直接扣到saki buffer就好 可是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問題就是說 如果直接扣到saki buffer的話 它就會就是會有很多小風包傳輸 那就會造成更慢 所以我們後來只減少了一個 就是只減少一次copy這樣子 那根據這三種基本的ultimize 我們就可以得到就是 本來是那個速度latency很大 所以我們就馬上latency就降了 就第一個ultimize就降了很多 然後可以看到compile時間也降了很多 然後第二個是我們再把latency降低了 可以看到這個compile time增加了 意思就是因為我們的那個備份週期減少了 那所以它的所需要的效能 就是損耗的效能就變多了 那所以我們就做了最後一個ultimize 然後之後就可以得到我們最佳的ultimize 就是得到最佳的結果就是我們的 那個備份時間是只有在10毫秒之內 然後同時呢也可以那個整體的overhead 也降得非常的低 那大概就是基本的最佳話是這樣子 那接著就是要講我們今年做的一個最佳話 就是一個block server的概念 就是當我們在執行那個 一個這種就是一定要得到回應的程式 像是說你一個request下來之後 它一定得得到回應了之後 你才能得到 你才能做下一個request的時候 那它就會變得非常的慢 舉例來說 像是你可能寫database的時候 你一定要得到database request 它才能寫下一筆 但是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要為了保持這備份端跟外界的狀態一致 所以我們會必須要擋住那個off the buffer 直到它備份完才能寫出去 那對於這種request的話 它的延遲時間就會提升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叫做block server 所以我們如果能把它變成說 我們可以提前回覆它request 說已經備份完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比較快的速度 因此我們做了一個架構叫做block server block server就是在我們的磁碟端那邊 加一個block server的機制 它可以把request先收進來之後 就直接回傳說它已經寫完了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等 然後我們就可以收集在我們這個write list裡面 等到我們確定備份完成之後 我們才將這個request 從這邊寫入真的磁碟裡面 這樣子不但可以確保說我們的狀態會 狀態會一致 同時也可以讓那個磁碟寫入 這種磁碟寫入速度會變得快很多 那最後就是 但是這個時候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很開心的就是 收了所有的request進來 然後發覺它就爆炸了 就是因為它沒有節制它就會一直收 因為它想說它速度很快很快很快 所以它就會整個弄到系統整個爆炸了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回檔的機制 那這回檔的機制就是我們控制callback的時間 這個我們做了一個叫做quota control callback的機制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們確定底下有寫入多少之後 我們才有釋出quota 然後才決定說它要不要callback回去給GasOS 這樣就是回去給VN 這樣的話才能確保說 它不會一次丟太多request下來 然後造成我們記憶體不夠 或是block server收了request太多爆掉的問題 那這就是我們block server這邊的最佳話 那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用了一個叫做FIO的測試軟體 FIO這個東西是 它算是一個磁碟寫入工具 磁碟寫入的benchmark 那它就是會寫完一個request 然後等到它確定寫到磁碟之後 它才會callback 就是它才會算是一筆 那我們可以看到的數字就是說 在沒有我們的block server的情況下 它的那個寫入的IoPS直接掉了一半 那不管是在sequential write 或是random write 都是直接掉一半的狀況 那因此呢 我們加入我們的block server機制之後 它的那個sequential write 跟random write 它都已經得到 就是不但得到很好的改善 而且同時它在for torrent mode的時候 並不會有任何performance 就是沒有那麼多performance overhead 那就是我們block server的改善 那接著我們還有一個特殊的技術 叫做group for torrent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東西呢 就是我們剛剛有說到就是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會要等到備份完了之後才將request釋出 那今天如果是個multi tier的程式 的data chain 例如說你今天有web 或是有經過一些邏輯運算 然後寫到database才將結果釋出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底下的翻例圖 就是你今天送個request下來 然後你過一個站就要加一個latency 過一個站就要加一個latency 過一個站就要加一個latency 然後等到++++加到 所以你一個三層的這種request list 它就變成要五倍的latency 那這樣非常的非常的 就是會非常的 overhead會非常的大 那我用另外一張圖表示 就是原本request它只有送過來 然後馬上回去 就是頂多會經過一倍的ftlatency 但是因為如果有經過多台的話 它就會一直累積累積累積五倍的 到最後結果輸出 那這樣就會非常的慢 那我們能不能把上面這種情況 轉成下面這種情況呢 可以就是我們的方法是 就是直接把這兩台視為一台來去做 什麼意思呢 就是他們兩個的備份是一起同步做的 那我們如果能同步他們的備份 那我們中間的那個傳輸 就不需要做buff output 那這樣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效能改善 那為了要達成這個目的 我們有用一個叫做markle stage的概念 就是說我們每次在snapshot的時候 一個人snapshot 那另外一個人其他人就全部跟著一起snapshot 然後接著在下一個round的時候 然後在最後要開始做那個的時候 就是要開始做flush的時候 我們就趕快一起也同步傳出去 那這樣就可以得到很好的 就是讓它這個所有的機器 就是group裡面的成員 例如說是兩個還是三個 就全部一次都同時備份起來 那這樣子我們中間的那個buff output 就可以直接解除掉 那這樣可以達到group的效果 對 那可以看到我們現在 這整個那個效能來講 那我先看這個total throughput來講 就是說它總共執行了多少 MySQL的translation 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們跟原來這個individual ft是指說 它我們沒有最佳化的情況 它只有執行4000多 可是我們在 我們經過我們的algymise 可以回到29000 比原來37000就差了一點 那剩下就是faltorens本身的overhead 但是我們比較標準 是指跟no bufferft來做比較 這個意思是指說 我們中間直接把那個 就是這個這個版本是 跑起來會有問題的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同步那個state 但這樣我們也可以得到 跟這個一樣的結果 那就表示說我們GFT的overhead 這個也是很小的 對 那接著就是講說我們GFT還有一些 最佳化的方式 舉例來說 因為我們GFT 當如果你今天fail的時候呢 它就會 它就會 就假設今天group member有這麼多 那我們為了要確保狀態一次 所以我們就必須 把所有的人都一起failover過去 那這樣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說 好你今天如果要再重新建個group 你是不是要把所有的memory state 再copy一次到新的備份機器上 那一台機器就copy一次 兩台機器就copy兩次 那你的group member 假設有100個人 你就可能要copy100次 那所以這樣的話會造成 就是頻寬浪費 以及重建群組的時間非常的久 那所以我們有一些改善的方法就是說 我們直接把其中一台備份出去 就是讓它做failover 其他人都回到前一個狀態 這樣就可以解決了 這樣就可以解決了嗎 其實沒有 因為我們這樣發現一個問題就是說 在原來它只要停機一下時間 然後就可以進入很漫長的啟動階段 但是雖然說進入回應時間很快 雖然說要備份狀態 就是回到原來備份狀態很久 可是實際上它停機時間只有一點 但是如果用了我們新的方法的話 它停機時間就非常非常的久 就是非常的危險 因為這樣在這段期間 使用者是完全不能做任何操作的 他就會感覺明顯的停頓 因此我們為了要解決這個現象 我們實做了一個叫做 就是動態的resync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把這個resync的步驟分成兩個階段 一個是先把那個group member移除 然後再把它加入 那移除的話是怎麼做的呢 就是今天如果今天有個人 他這台機器他fail了 那這個是不是要做failover 那我們就只要 只要就是把它這些人回到前一個狀態 然後繼續重新做group full tolerance 然後這一個人就讓他單獨去執行 那這樣就可以減少說 我們停機時間很久 然後又可以得到說 他重新再結合這個group的時候 我們只要把這個link把它link起來 那這樣就可以得到 剛剛那個第一張效果就是 我們resync的時間 我們resync的時間 就是只有這麼短的時間 然後同時我們停機時間也只有這麼短 所以整個算起來的話 我們做了一個實驗就是 我們跑三個機器 那這個機器的話 每個人都跑一些那種 就是整個佔滿系統的benchmark 那可以看到說原來的方法 雖然我們停機時間只有4毫秒就可以 對 但是他整個resync的時間 可能要5000毫秒 甚至6000毫秒以上 那因此我們第一個改進就是說 那我們只不備份他 就是只fail over他 死掉的機器的其中一個部分 那我們就看到說 他只要2000毫秒就可以完成 完成重組 但是他停機也停機了2000毫秒 也就是說使用者可能會感覺 2000毫秒都卡在那邊 那最後使用我們的方法就是 他的停機時間只有0.3毫秒而已 而且他重組時間也維持在2000毫秒左右 對 那這0點幾的停機時間只有包含 就是他移除他的member 還有他新增他的member的情形 對 然後接著的話我就要講一下 我們持坐在一個系統上 一個遊戲伺服箱的demo 那我們會放我們demo的影片 對 那首先呢我解釋一下 我們現在demo的情境 就是說我們在我們的4Torrent平台上面 執行一個遊戲伺服器 那就是RO 現場應該蠻多人玩過了吧 對 然後呢我們會 我們會模擬 我們會用RO的機器人 然後模擬100個使用者 然後當如果有發生那個機器損壞的情形的時候 那我們這100個使用者 都不會感覺到有停頓的現象 然後這個就是遊戲的畫面 他就會一直在畫面上走來走去走來走去 然後我們這邊就有100個 可能一直在打他的畫面 首先呢我先講一下 我先講一下這邊 不好意思 好 那可以看到就是說 左邊的情況就是我們在ultimize ultimize之前啊 他就會lag到不行 因為他只要 他在執行的時候 他會一直lag 然後右邊的話就是比較平順一點 他會一直 就是他不會 他不會因為有4Torrent備份 然後導致他遊戲伺服器 產生延遲的狀況 那不知道應該看得很明顯吧 對 然後 這就是我們ultimize的成果 那接著 接著就是說 如果今天 如果沒有4Torrent的情況 那他會發生什麼情形 就是說我們在 我們可以看到這遊戲畫面啊 大家都在執行 然後機器突然停了 然後全部人都停住了 然後就直接卡住了 因為他連線全部都中斷了 然後沒有備份機器就全部死光光 對 那接著 接著說 接著我們來展示說 我們怎麼 就是如果發生 發生4Torrent有在的情形 那這樣發生系統意外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 我們怎麼去 就是我們會有怎麼樣的效果 首先我們在那個畫面 可以看到這個是遊戲畫面 然後左邊的話是主要機器的視窗 然後右邊是備份機器的視窗 如果我們在執行切換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主要機器這邊 他本來在跳有Tick 那跳跳跳 他會直接切到備份機器上 他就會很明顯的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 遊戲畫面是完全沒有變更的 就是他還是繼續在執行的 可以看到就是遊戲畫面在執行 然後我們這邊就一直在備份這個Tick 然後等到他如果切掉了之後 遊戲畫面還是非常的順 就是因為他已經從原來的那個主要的機器 然後切到備份機器 然後這個已經其實經過一個轉換 可是你的使用者其實是完全感覺不到這個問題 對 那這就是我們Fold Torrent的機制 然後有做起來之後就會像這樣子 對 然後再講一遍就是說 我們這個TruJu的特點在於什麼 就是它是一個open source的Fold Torrent的機制 那它是建構於Qmukvm的平台 那個程式碼上面 那它的話你只要根據我們就是這個網站 這網站它會有教你們怎麼一步一步把它安裝起來 安裝起來之後就可以直接 你只要一台電腦也可以 兩台電腦也可以 它上面有說你有幾台電腦 它就有幾台電腦的config方式 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我們有個特點就是 我們可以在10毫秒之內就完成備份 所以我們額外延遲時間是非常的少 那同時我們的Benchmark效果也 也跟就是商用軟體VMware是差不多的 對 那最後呢就是我們現在正在做的一些事情 就是我們想把整個CruJu跟Container結合在一起 然後同時也跟那個PML 也就是它Intel有個技術 它可以直接找Dirty 然後另外就是說我們想跟OpenStake 或是Livvert整合 以及搭配一個叫做DRBD的東西 因為我剛剛有提到說我們的Storage是沒有備份的 所以我們會要跟DRBD去整合 那就是我們之後要做的事情 對 然後呢這也感謝一下我們執行的團隊 就是我們公園院 然後還有跟像是清大、中央、台大還有中正 還有城大一些學校一起合作 然後才做到這樣的成果 然後同時也感謝這些貢獻者 對 那他們也貢獻了不少城市 那最後就是我們的那個頁面 就是OpenGithub的頁面 以及它的說明頁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對 你好 你好 我想請問一下 剛才有說一個optimization 是把這個request 先從這個NFS的node 先回傳response給user 對 那如果以這個遊戲上來說的話 那那個 喂喂喂 就是遊戲它是共同玩家一起 就是也發一些request 那所以就是 就是從整個NFS 會變成那個node 會變成整個 會有業務的blog 還是說它 是怎樣可以讓它快速blogs給個別人 喔 你是指NFS 那個 因為其實它 我們是這樣的 我們剛剛說 我們會保留那個output 直到它備份完成 我們才會將那個request 寫到詞碟裡面去 所以我們剛剛那個optimize 是我們有做一份額外的保留 然後其實並沒有寫入到詞碟裡面 那當它切過去 就切換到另外一個備份平台的時候 我們會將我們保留 還沒寫進去的 直接drop掉 然後到時候它就會回到 就前一個state 就前一個我們備份的state 那所以就是所有的state都會 就外界狀態的state 跟我們database保存的state 就會一致 那如果它在那個 就是這個過程中 它原本的gast就crash掉的話 就沒辦法 就是如果它在 就是剛才說的 還沒有寫入disc 而且NFS就掛了 沒有所以我們disc 我們disc現在是 我們disc現在是沒有額外 就是如果是disc部分 我們沒有額外保護 我們現在目前假設disc是 就是它有額外的備份機制 對 所以我們 所以我們不是用 就是disc是用類似像drb 就我剛才有提到drbd的東西 去做備份 然後我們沒有 我們在那個地方沒有做保護 但是在我們 我們只保護它的記憶體狀態 以及它的那個就是cpu狀態 那這樣的話 它在使用的話 因為我們剛才也說 我們會後續的request 所以它實際上 它不會感覺到它的有東西 就request不見 因為我們它 最後它request輸進去的結果 它會等到 它會等到我們 確定備份完成之後 才會輸出 所以它在使用的時候 它還是不會感覺到 就是它可能 可能它攻擊一下 然後我們切過去的時候 它的攻擊可能 一開始在原來的request 它已經送過來 但它沒有效果 它會等到備份機器之後 它再送一次 那它就會 它就會知道說它有攻擊 然後再request回答 大概是這樣 嗯 好 還有其他問題 請問現在 沒有用Intel的page modification logging的時候 Memory的dirty是怎麼在追蹤呢 OK好 問得好 這是我們現在用一個叫做 就是我們把所有的VM的memory 都lock住 變成那個writepartaker 然後它只要有任何寫入 我們就進行page4 然後我們就可以做backup 然後或是記錄那個 它今天有dirty 然後再回傳回去 然後才回傳回去 然後才回傳回去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做 我們剛剛有一個ultimizer 就是diff那個memory 繼續降低的情形很漂亮 對 對 那當然如果柳宗東那個的話 會更漂亮 這樣子 會減少 會減少那個 其實會主要 會減少那個 剛剛有個compile kernel的時間 會更少 因為它這樣的話 就會增加它的執行 這樣子 還有其他問題 不好意思我想要詢問一下 我剛剛聽起來 你們說有一個block server 是負責在snapshot的時候 可能有client有寫入的時候 他先把它假裝回傳說 他寫入成功這件事情 對 那可是 因為你們是在snapshot完 才把實際的sequence寫進去 可是如果在寫入的時候 發生了他寫入失敗 甚至是client 甚至有特別的code在指定說 我寫入成功要做什麼事情 或寫入失敗 要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可是你這樣子 直接回傳寫入成功 那不會造成它整個crash掉嗎 對 所以我們剛剛有一個 剛剛有一個叫write list的東西 我們會額外的保護 就是我們promise寫下去的東西 就一定會 就算它發生fail了 它還是會寫下去 所以我們有promise的東西 就是雖然沒有寫入disk 可是已經寫入disk catch那種感覺 所以它之後一定會寫進去 但是我現在的點子在於 假設我在snapshot的時候 可能剛好這個virtual desk 是滿的 然後結果我在catch那邊 是把它回傳說 它寫入成功 但它實際上是寫 當我要flush那一段IO的時候 它實際上是寫入失敗的時候 那這樣子就會造成 它整個client和server的state 都完全不一致了耶 沒有就是 你剛才說的狀況是 如果它寫下去 它會寫入失敗的原因 是因為它滿了嘛對不對 因為我們那個list 會一直保存著 直到它寫入成功為止 所以它寫入失敗就再寫一次 所以它假設寫入失敗 它就會一直retry 對 然後可是如果像是硬碟滿了 那可能它就會一直retry retry到 就 對 我懂 可能是說硬碟滿了之後 或者是可能 可能有一些特殊的狀況造成 如果是硬碟滿的話 它在寫之前 我們就會 就是它在 因為我們雖然沒有寫下去 可是我們會先看底下 有沒有空間給它寫 所以這個地方 如果只是硬碟滿 它會直接先回報說硬碟滿 因為它底下的硬碟 我們資訊都 就是我們會先去看它底下的資訊 就是我可以 對 就有個預寫入的 也就是說 你們Block Service 會先去猜測說 就是先做一些判斷說 這筆寫入到底會不會成功 再根據這個判斷來混傳 是的 是的 謝謝 好 不好意思 那個我想問一下 就是你們有比較過一些 像實體機的Photorrent的機制 像那個正教授他們在使用Tandem Nonstop系列的機器的Benchmark 就是跟你們的現在這種Virtualization的Photorrent的差異 你是指 有一些實體機的Photorrent機制 像那個Tandem Non-Stop的機器 那他們好像也是專門做Hardware的Photorrent這種機制 對 這個我們是沒有特別去比較 但是其實我們跟Hardware的Photorrent機制 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我們可以選VM備份 就是說我們不一定要 就是一個硬體就對一個硬體這樣備份 我們可以三四個硬體 然後可能A為B的備份 B為C的備份 但是這裡面也可以就是VM對VM的備份 舉例來說如果第一台機器它有ABCVM ABVM 然後第二台機器它有CVM C的VM的備份可以在第一台機器 然後AB的備份可以在第二台機器 類似這種組合這樣子 就是虛擬化這種備份 我們比較跟實體機器不太一樣的地方 就是在多機器的Cluster會有不同的組合鏈 因為我們是以VM為單位這樣子 那至於你說跟那個實體機的Fortorrent機制 我們是沒有比較過這樣 有什麼問題 他那個實驗MAS是指著那個儀件 你沒有起來你可以用的時間 就從snapshot開始到可以用的 所以說他還有把那個任務寫 就是那些replaceer去的時間 那些任務寫不確實 就跑過扎那個實驗MAS 那個實驗MAS是代表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 這實驗MAS是你 因為你如果再使用那個機器的話 其實事實上我們是沒有任何停機的 那個Shin機器都一直在執行的 那實驗MAS是代表說 你送一個Request進去 譬如說你可能送一個 我要獲取這個網頁 然後它吐回你這個網頁的時間 是比你原來的時間再多加實驗MAS 這樣子 他有在Snapshot進去的時候 然後你是動作一個 多外的東西 就是多多的額外的延遲 那如果你在 如果你在執行的過程之中 像最簡單就是 最簡單可以看得出來那個結果就是Ping 我們就用Ping這個測試 那你原本Ping一台機器可能 就是我剛剛有那個結果就是 它可能只要0.3ms就回來 因為Local很近的話它一下就Ping回來了 那可是因為加了PhotoLens被分機制 所以就是可能再加10ms以內 如果夠快的話 像我們剛才就6ms就可以被分完了 對 要看上面WalkLover的地 這樣 好 還有 還有其他問題嗎 好 謝謝博睿 那我們再用掌聲 謝謝博睿 謝謝博睿 你有拍ma